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2年4月26号 周二晚上的7点45分 今天的盘面很红 很暴力 盘面是低开低走 标普500 只有30只股票上涨 465只股票下跌 纳指100只有可怜的两只上涨 100只下跌 纳指综合127只上涨 1435只股票下跌 那么最惨的是道指 道指全军覆没 30只股票是无一幸免 全部收跌 今天这个市场 它不管你是什么 既优股还是垃圾股 价值股还是成长股 大盘股还是小盘股 通通都是趴好揍屁股 在板块方面 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尴尬 标普11个大的板块里边 有4个破位 一个濒临破位 破位的板块分别是 高科技板块 已经跌破了近期的低点 收盘位置 另外是通讯板块 前几天破位之后 这几天是连续的下挫 今天还没有止跌 然后是消费费必需品板块 这个板块 已经跌破了自在3月初以来的上升反弹结构的极限回撤 工业板块和它的情况也一样 今天也是跌破了上升反弹结构的极限回撤 另外还要一个濒临破位的是金融板块 金融板块今天收在了前低附近 看上去还想抵抗一下 但是下跌的风险已经是越来越高了 今天在个股上 我们还是要说一说谁呢 说一说特斯拉 真的是成也特斯拉是败也特斯拉 今天的特斯拉领跌标普和纳指 所以指数跌幅这么的大 它真的是功不可没 前几天特斯拉在大概1000块钱左右的时候 还有朋友在评论区问 说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八字头的特斯拉呢 你看这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这不就看到了吗 所以不要着急 其实市场并不缺机会 缺的是耐心 这里我也说一下关于特斯拉 我的加仓的问题 今天已经是到了我第一个加仓的目标区间 但是我还没有加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在Netflix上我是挂单的方式 当时把一些没有出现明显止跌和抵抗位置的 这些单子也都买入了 买完之后后来比较的被动 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个后来就是止损出局 所以现在的波动 整体市场的情绪不佳的情况下 我把我所有的单子都撤掉了 就是挂单位置都撤掉了 但是点位还在这些地方 用的方式就是在盘中去观察 如果在盘中出现了一些抵抗盘 有一些比较看上去能够出现止跌形态可能性的地方 我可能会激动的去买入 但是我位置都没有变 包括其他的我的一些加仓的一些股票的点位 都是这个情况 包括你看英伟达今天已经跌破了 我第一个要加仓的位置了 我也没有加 因为它没有出现任何的止跌和抵抗的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避免风险就先不加 等它出现之后再加 所以跟大家更新一下这几个情况 点位没有变 所以现在看一看 它在834 885这个区间 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 有没有一些止跌的情况出现 然后再去买一买好吧 加仓的计划没变 这只股票的远期的计划也没变 还是未来想持有至少6%的一个仓位 然后成本做到600块钱下方去 然后做到一个长持的目的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说实话对我来讲 它现在不管它远期怎么样 但短期我就是以波段来对待 因为它的振幅非常的大 10% 20%经常可见 这种波段的机会 我个人是不想错过的 如果大家觉得不想做 你可以长持 长持放上好几年 它的成长性 这个地方 还有包括的市场热度和资金热度 肯定还是有的 但是这里边还是要提醒一下 高估的股票是始终是被高估的 它现在高估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但是我们说前瞻的PE水平 上次在财报出来之后 跟大家讲过大概还是在100倍左右 你说你现在今年贵不贵 大家自己去看 但是未来几年这个价格就不贵 按照它的增速来讲就不贵 所以长短大家找适合自己的 另外特斯拉这边今天更新一下 昨天说到它关于马斯克质押股票 要去买推特的事情 杠杆的情况有一点点更新 我跟大家做一个小更新 昨天我们讲过的225亿的一个计划 今天有一些新的材料出来 我看到的是 它质押股票应该是在125亿 也就意味着昨天说的 那么225亿如果全质押 它跌到750左右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爆仓的风险 但现在它由于只有125亿 所以你可以往下再挪20% 所以在这个上面跟大家做一个更新 意味着它现在的风险杠杆 没有用的那么的高 好 这是特斯拉 讲了特斯拉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说一下 关于大盘 大家肯定很想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大盘它为什么这么跌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跌 除了个股下跌之外 特斯拉是其中一部分 但它跌了这么多 不都是它一个人的功劳吗 市场都在跌 为什么这么跌 还是老生常谈的三个问题 第一 美联储加息预期非常的强烈 这是在打压估值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对不对 第二 我们通过最近的财报 包括前站的预期会发现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包括GDP增速放缓和下调 全球都在下调 企业盈利增速放缓甚至衰退 对吧 部分股票的低增速不匹配中高PE 只匹配它自己的历史的低PE 但现在的市价 离它的低PE很多的股票 还远远没有到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 基本面不支持趋势性的上涨行情 或者单边下跌行情 没有大牛暂时也看不到大熊 它就是一个宽幅震荡行情 当然这个观点是截止到今天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截止到这个季度为止 未来经济数据发生变化 咱们节目里在更新 并不是大家回头明年 然后拿出我今天节目的截图和录音说 你看没有大牛和大熊 你干嘛不拿我10年前的 对吧 开个玩笑 所以我们的根据经济数据来变化 好不好 我们根据经济数据来改 现在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大的趋势行情 大牛和大熊 我个人都不看 我看一个宽幅震荡 已经多次强调过了 那么宽幅震荡行情 价格涨上去 打下来才有震荡空间 你老航在这浪费空间 只要震荡足够大 它不管它是涨还是跌 它就有炒作的空间 机构就有办法想办法在里边去挣钱 所以机构不都是做多的 对不对 也可以做空 也可以做多 只要震荡 只要震荡足够的大 波动区间足够大 就有钱挣 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 市场就是下跌了 也没有什么别的其他的特殊原因 老生常谈三个原因 那么指数方面标普这边 现在测试4100 就是前期的低点附近 那么如果破位了4100 下个位置 之前也跟大家标出来了 3900到4000 这个地方再破 就测试3500到3700 不管最终能不能到这个位置 但是从心理上还是要告诉大家 还有仓位上 你都要做好这个准备 做好最坏的准备 到不到的了是另外一回事 但你准不准备是你的事 所以你千万别在这个4100 现在这个地方马上把仓位全部就打光了 后面如果要是继续往下跌 那你这个还要挺远的 你提前就出局观望了对吧 这个就不是很好 就显得有点尴尬 对不对 所以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预期你放宽一点 到不到是另外一码事 好吗 好 这个就是 简单的把指数和大家带一带过一过 看一看未来几天吧 毕竟还有几个大的财报 今天有财报也有小爆雷的 说几个今天财报的个股 然后和大家也更新一下我的FB 还有PayPal的今天的保护都已经上上了 这个不上还是心里边觉得不踏实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几支财报 首先看微软吧 今天的盘后微软拯救盘后 盘中的话它不给力 跟着大家一块跌 但是盘后还真的得靠它 今天微软的财报 整体上是一份比较不错的财报 特别是它在会后的财报会议 这个电话会议上的前瞻 给的是非常不错的 跟大家把数据先列出来 大家看一下 好 那么微软公布的收入是494亿 同比增长18%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475亿 本季度的每股盈利是2.22 比市场预期高出了3美分 由于汇率比之前预期的更差一些 大家知道现在美元在涨 业绩每股的收益少了3美分 那么最近的还有收购了一家公司 大概少了1美分 这些因素在上个季度的前瞻都没有给 所以这是额外出现的 不然的话它的前瞻 这个季度的业绩应该会更加好一些 那么微软已经暂停了在俄罗斯的销售 这个国家的销售的收入不到公司总收入的1% 所以影响不太大 全年大概是影响一个多亿 看到的财报里是一个多亿不是很大 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的业务方面 商业云业务收入234亿增长32% 包括office在内的应用程序的 内部的业务部门收入是158亿增长17% 接近156到158.5的上个季度给的前瞻指导的高端 略高于华尔街的157.5亿 那么本季度回购了78亿的股票 好主要看一下前瞻啊 其实微软在财报披露之后 它的盘后一度也是下跌的 对不对 就是刚刚披露财报 在电话会议没开始之前也是跟着跌 那个时候期指那边 纳指期货都跌到5%点几了 非常的吓人 随着这个电话会议的开启 整个的微软就开始逆转了 拯救盘后的大盘了 那么电话会议里边整个是上调了 或者说是比市场预计的下个季度的业绩要好一些 预计下个季度整个的生产业务的流程部门 是在166.5到169亿之间 这个营收高于市场预期的166.8的 然后对于云收入预计在211亿到213.5亿 高于市场预期的209 所以总体上下个季度的营收是524到532 这个的中位数超出了华尔街对于截止到6月份下个季度的预期 所以为什么盘后涨了这么多 还是微软比较的稳 微软还是比较的硬 同样这里把估值跟大家还是写出来 它是6月份的财年 所以22财年和23财年都是这样 低位去到218 然后高位是去到293 到下个财年 因为马上本财年截止了 就要走下个财年预期了 就是250到335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 你要是走23财年不贵 现在的价格270块 280块 你要走23财年的业绩预期不算贵 但是黄金坑 黄金坑这个地方我把它调整了一下 多调整了10块钱 之前写的204到206 我把下方的一个中等支撑全部合并到一块 然后这个地方是黄金坑其中之一 那么黄金坑中坑就是200到218 这个地方那就要回到低端位置了 市场还得要绷上个15%左右吧 10%吧 市场指数再往下跌10%左右 差不多有细 但是不跌那么多就可能没细 所以我个人的建仓打算忍它一手 盘后尽管涨了 但上方压力较大 压力在哪里294到314 都是压力 市价其实也是压力 所以我这个地方我无所谓 我因为看着大盘有一定的风险 我本来是以波段对待 波段对待想要去做的话 肯定要拿低一点 之前没打算建仓的 现在看到它已经跌到这了 有机会建到仓了 有机会买到不错的位置了 准备建仓230到2604% 然后如果大盘崩了 200到218加个6% 拿一个稳妥的10%的一个长线仓位 好吧在他身上 这是未来的一个预期 暂时给不给机会 不知道 毕竟盘后涨了这么多 好 然后这是微软的情况 整个拯救大盘的看它 看看明天它能不能顶住 如果顶不住 然后被另外几个给带崩了 就有点麻烦 好 然后看一下第二个谷歌 谷歌今天盘后最多的时候 盘后跌了六七个点 由于微软盘后的表现 整个市场往上又拉了一些 然后是只跌了百分之三点几到现在 但它的财报说实话一般般 真的是一般般 尽管是增速增长是增长 同比增长是增长 但是增速放缓了 开始市场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 比市场预期的更要差一些 就是增速放缓 整个它的营收是680.1亿 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净利润164亿 然后是每股24.62 这个是不及市场预期的25.75 总体上是尽管保持了增长 但是它的增速 创下了两年以来的最慢增速 这个盈利下滑的幅度 比市场预期的要大一些 体现了全球动荡的数字 这个动荡 整个的环境动荡 包括大家的经济 现在增速放缓 对于整个数字广告 增长的一个影响 特别提出来的 它是说在YouTube的广告收入上 增长了14.4% 到了68.69亿 不及市场预期的增长 23.2%到74亿 也不及上个季度的增长25.4% 所以是相当于是增速在明显的放缓 从20%几的增速到10%几 但是增速还是有对吧 但是和它大家对于成长股的预期来讲 它现在就是出了点问题 所以增速下滑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未来的重要收入 谷歌云这边保持40%以上的高收入增长 但是仍旧是亏钱的 还没盈利 而且亏损是高于预期的 所以这是谷歌 那么谷歌按照现在的情况 它的2022年的前瞻2575到4214 4214是比较高的位置 2575是比较正常的 中位是3394 2023的前瞻3028到4955 还是保持一个增长 谷歌整体的问题就是增速放缓 但是还没有陷入衰退 包括年度上还是实现一个增长的 还是增速也是有的 到了2023年 依旧也是保持一个增长 好 所以这是它的大概的一个情况 它的价格下方两个位置 我做完调整之后 在这里2228 2358 这是一个中等 然后下方2022 这个地方是2024 这个地方我写错了 然后是到2127 所以这两个地方你就看吧 下方这个地方强支撑这个地方 是一个不错的位置 中等支撑也行 你看从估值水平上来讲 其实就是增速放缓 但是还是有一个 今年还是个个位数 明年是个双位数 所以你要想做它你要忍 要忍得住一年 忍得一年 就应该在低位去布局 还是可以的 就不算说那么的悲观吧 它毕竟也没有衰退 只是放缓一些 好 它算是一个小小的爆雷 还好了 其实中规中矩没有爆太多 大家也不要觉得和Netflix 一下下去20%几笔 对吧 它这已经三四个点 算什么的 毛毛雨 中间盘中都跌了三个点了 好 看一下Visa Visa的财报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好 我们来看一下Visa财报 整个的营收 71.89亿 高于预期的68.33亿 收入超出了预期的25% 每股盈利是1.79 超过预期的1.65 所以它的财报非常的强劲 为什么这么强劲 由于跨境交易总体增长了38% 其中不包括欧洲的内部交易 增长了47% 如预期的那样 现在旅游跨境消费开始回来了 强劲的跨境交易 提振了整个的业绩 所以这是Visa涨的原因 那么Visa一涨 其实MA在盘后也跟着涨了 说明什么 说明MA的财报也不会太难看 加上我MA的这个位置 这个设的移动止损的位置 今天还差一点 对吧 今天343.5 我这个移动止损的这个是342 就前期低点下方 我再去把它打止损 但现在运气比较好 没打盘后又涨上去了 看来MA的财报也有戏 有机会往上再穿一穿 穿上去之后再减仓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 给它的估值跟大家说一下 190到251 220是中位 223到295是下个财年的 259中位 下方的强支撑就是190到201 实际上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下跌的这个位置 已经接近到了190到201了 这个地方前段时间还到过一次 对吧 这是它业绩上不吃亏的地方 也是技术面 可以去考虑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仍然看好旅游业的复苏 看好跨境消费的增长 那么它现在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但是上方的压力在这 空间就是这样 好吧 空间就是这样 上方的压力正好223到236是什么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下个财年的估值又走到这了 所以拨断空间吧 做拨断吧 想象空间就那么大 好吧 好 然后看一下这个3M 3M的营收是88亿 和市场预期是持平的 然后这个 与新年同期相比是下跌了0.3% 然后每股盈利是2.65 好于市场预期的2.32 但是和去年相比仍旧下滑了10% 按照业务划分 整个的安全及工业部门的销售是30.5亿 同比也是下跌1.5% 所以整个它也是增速放缓 开始增速再往下走 连去年同比都比较的高 从前瞻上 整个的3M的预期是 全年的每股盈利介于9.89到10.39 比之前预期的10.15到10.65要低 所以这是下调了前瞻 它2022年的增速大概是1% 到了2023年的增速大概是6% 所以未来两年个位数的增长 大家自己觉得能不能做 或者你接不接受这个增速 现在它是低于估值了 它的位置是低于估值的 它现在已经走到了估值下方去了 已经是比估值低了 就是因为它之前中途 在财报没出来之前 其实已经下调过一次前瞻了 就中途突然下调过一次业绩 然后这一次又下调了一些 所以按照这个套路来走的话 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继续下调 所以3M的业绩增速放缓 也反映出了全球的工业增速 工业复苏预期的一个放缓 大家其实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你想做它大概下方的强支撑 就是130到139 上方的这个地方已经跌破之后 144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撑 现在的144就是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跌破 因为这个地方是低估的 你要长线但是增速就这么多 或者说想象空间就这么大 你根据业绩来看一看自己愿不愿意做 好这个就是对于3M的一个更新 然后看一下持仓里面有两只个股的保护 不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贵是很贵 确实相当相当的贵 但是还是做了做 怕它这个盘后真的都全部爆雷了 这个到时候又是几十个点没有了 这个划不来 还不如现在稍微付出点成本 然后把这个度过去 然后后面根据业绩来的调整 如果业绩真的全线走差 前瞻全线走差的情况 后面再去该割就割 该减就减 好不好 跟Netflix是一样的情况 但现在要先保护一下 好 今天是做了一个180的一个put 做到5月20号 然后是上方又卖了一个211的call 也是在5月20号 然后收支箱底成本有所提升 从282块7的成本 提升到290块2的一个成本 现在106到195止跌形态加仓 但是现在没有出现止跌形态 情况是一样的 也是激动 不挂单 有止跌形态随时我就买入了 好吧 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相当于就是保护了 180块钱以下的所有的跌幅 180块钱以下它随便跌 随便跌多少 那么问题都不大 亏损浮亏浮度就限制到这了 好吧 然后这个是paypal paypal这边今天也是赶紧加上吧 再不加上越来越贵了 85块钱的put 也是在5月20号 然后是卖了一个上方100的call 然后整个收支箱底成本有所上升 然后6%的持仓成本 184.2 同样72到92是我预计 看到止跌形态加仓的位置 它现在没有出现不加 出现以后再加一加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看一看明天吧 还有一些大的科技会发布财报 希望能够安全一点 毕竟现在标普到了4100了 如果明天再有今天这么一个大的跌幅 那就要真的是考验3900到4000了 那就是下了一个台阶 现在至少还停留在上一个台阶之上 还没有完全跌破这个地方 还有希望 那这个跌破之后 位置重心继续往下偏移 那个时候可能市场要更加艰难 好 这个就是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